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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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自己群組 整晚都沒有說過幾句話 其實這件事也挺影響現代人的生活 這可能導致我們生活上那麼多壓力 抒發不了 壓力本來就存在 而且越來越大 工作時間長了 沒有運動 原來我們以為很多交流 反而交流原來沒有質素 沒有好的品質讓我們抒發情感 產生了什麼東西出來 產生這件事也影響很大 因為一個人之所以會感到緊張或焦慮 就是他感覺到壓力 壓力如果越來越大 那個焦慮的情況就會不斷地上升 焦慮其實在我們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正常的反應 每一個動物或是哺乳類的生物都有 問題是焦慮通常幫助我們求生 我們應付疫境 但是不斷的焦慮 就會令身體的平衡開始改變 就令到我們焦慮的系統越來越壯大 而同時抑壓了其他的神經系統 包括我們的放鬆系統 我們的睡眠 胃口 長此下去很多都市病都出現了 我想這個就是 我們所有人都越多越少都經歷過一些 或者是嘗試過一些這樣的症狀 包括緊張 手震 心跳 手震 胃痛 胃痛 消化不良 失眠頭痛 這些是很常見初期的焦慮的症狀 通常會維持多久呢 我覺得很不舒服 有些壓力 感覺到的 心的壓 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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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要處理一下 或者是否正常人偶然都有 是 正常人都有 如果這個人完全沒有壓力 其實他生活都很大問題 例如他走過馬路都很容易被遮遮 有壓力 有緊張是對的 問題是緊張可以提升我們的表現 但太長期的緊張就不行了 所以如果我們發現自己的緊張 剛才說的那些症狀 如果維持一段長時間 甚至去到現在這一刻都應該不緊張 例如今早上開會 我們要講一份很重要的簡報 緊張 這是理所當然 亦都很合乎那個需要 但完了之後 甚至乎都成功了 沒有問題了 但緊張的情緒感覺是沒有消失 好像維持在這裏 這就是需要我們警惕 是否沒有原因 去到那個階段 我好像沒有緊張 但都緊張 因為沒有原因之下緊張就是問題 當你開始發現環境 已經應該不足夠 導致你這麼緊張 但你仍然覺得很緊張 或者緊張的程度太過不合比 可能突然間家裏有少許事 可能兒女考試分數 可怕十幾分不是最好 但你已經非常緊張 好像睡不著覺 覺得完全無法釋懷這件事 添置到來 怎麼辦 兒子以後怎麼辦 這個程度上不合適 其實都是一個緊張的信號 那個時候 貓 貓 賓 're 照文端 神 感谢观看